生長期前六百年上百公頃 能幫助排碳的世界級藻礁 因為蔡政府喊廢核電卻不夠 竟然要破壞藻礁 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好像說為了要打壓藻礁公投 忽然把核和電力的需求 講得非常的誇張 政府怎麼可以勾來刷 說謊來打壓我們的公投呢 這樣的話是在呼嚕 全台灣的人民嗎 一方面台灣 台灣歷史 立法會 立法會 立法會不斷的掠奪 小綠時代力量找學者挺藻礁連數 藍營趙紹康抨擊蔡英文 當了總統五年 就忘了七千年的藻礁 民眾黨也沒缺席 我們希望能夠立法封口的 把藍寶留下來 民眾黨立委蔡壁如親自走訪鄉鎮 衝連數數量 藍綠白挺藻礁遍地開花 國內三十所大學則發起粉紅風暴相挺 我在台大 我在家大 一起就走家 粉紅色當主視覺 台大收到八百份連數書 東海大學一天也有1000多人連數 議題持續發酵 26日平日一天 就收到6萬份連數 還有11天要衝15萬份 廉價這三天是關鍵 以目前的氣勢 一天大概可以回收5萬份上下 我估計大概在3月5日之前 應該是可以抽到35萬份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828會有四個案子 面對828公投日 目前已和養率確定成案 國民黨反收入金豬隻 以及公投綁大選提案 也會在近日送出 肉藻礁也能及時趕上 人民就能用四項公投 對蔡政府發出怒吼 記得多多捧城進台北 聽報導